程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掌声好嗎 今天我想介绍 跟我们分享的讲完 还会介绍四位嘉宾分享见证 这个讲完是我的弟兄 是我的兄弟 同工 是我的战友 也是我的牧师 就是我们的堂主牧师 帅哥的刘智三牧师 好 赞主 还有是吃饭的饭脚 挺着手的 不安 不如帮我一个忙 祝你旁边告诉他 耶稣爱你好吗 如果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你问一下他好吗 看看他知不知道 耶稣在我们的家里面 被我们成为一家人 多谢主 很开心 是一个復活的主日 所以我们今天 有很丰富 有几位 各位弟兄姐妹和我们分享见证 麻烦你帮忙去转 今天有一个信息叫做 復活的大能 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经历最开心的 就是这个信仰帮助我们 一个永恒的盼望 是一个有復活的大能 他不单止为我们钉十字架 他死 但他死换取我们的一生 为什么我们这个信心有这个盼望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Amen 再一次给我们的神 好吗 今年的復活节都挺特别 即是 遇到復活节旁边有什么节 大家都知道 感恩 话说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他在家里遇到一个邻居 邻居有些不是基督的信仰 所以在这些时节 都要带一些东西去拜祭自己的先人 遇到就在车子上 大家聊天 基督徒朋友就问邻居 你拿这么多东西 又烧肉 又这样那样 又拿iPhone6去烧 这么多东西 旁边说 当然了 我们孝心 好像你们那样 没有什么搞作 他说 不是 我们都很孝 我们孝心 可能大家都不太明白 基督徒朋友就问隔壁鄰居 我又想请隔壁鄰居 在你们信念里面 究竟先人轮回好 还是否轮回好 投胎是有福气 还是继续在下面等你烧夜有福气 当然投胎好 投胎就会递小 开心一点 基督徒朋友就问 那有些问题 他说什么问题 你烧这些东西下去 如果 因为你这些 一会儿就是iPhone6 等着iPhone7 不去投胎 那你就不孝了 那如果他真的投胎 那你就愚蠢了 你烧了些东西 没有人在 他如果投胎 那你究竟知道他在哪里 所以你明不明白 鄰居就问 那你有知道吗 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的先人 灵魂已经和耶稣在乐园里面 今天在肉身或者身躯 所以我们走去是纪念 而不是去敬拜祭 我们是纪念的 因为他在地上 于我们有恩 所以我们作基督徒 我们都孝敬我们的先人 对不对 我们都敬祖 但我们不是敬拜祭 所以其实我们天天都行 不一定是那两天 跟人一起塞车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呢 因为耶稣基督 他不是还留在坟墓里面 他已经怎么样了 他已经如何 他也已经服活了 DE Well sek voltage 耶稣基督飞活了 Hallelujah 在路加福音里面 今天我会用一些经文 并带出几个方向 给我们的��音姐妹 来分享齐 第一点 我们叫伴活的大能 七天一天 当耶稣基督被墓中 三天之后,有些妇女预备了香料来到墳前 其实她们也打算当她是一个死人,去拜祭祭祀 谁知道她们一去到,见到耶稣没有了身体 她的身体也不在那里,就猜疑了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肛 我也知道,是天使来的 妇女就惊怕,将念伏地,那两个人就对她说 为什么在什么?死人当中找什么?活人 哇,这句说话真是真是真是 死人里面找什么?活人,坟墓当然是找死人的了 所以天使就跟那些妇女说,为什么要这样找呢? 红色字,我们一起到,好吗?一、二、三 他不在什么?这女已经復活了 Amen,当纪念,她当时在加利利曾经跟你说过 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就想起耶稣的话 从坟墓里面回去,将一切事就告诉其他人知道 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这个信心 因为耶稣基督并不在什么?坟墓当中 他已经怎么样了? 福活了,Amen,Hallelujah 这个就是,有个朋友去了这些地方游览 哈哈哈哈,已经这么像样的 为什么戴着帽子,没有什么头发,不好意思 那么,这里就是,现在,他不在这里 所以,现在去到,就有一个木门,那个木门写着,什么? 他现在不在这里,他已经復活了 但是,不好意思,耶稣时代是没有木门的,OK? 现在是保安原因,给我们拍照才能弄到木门 有个圆形的东西,话说当时是一个石的石门 封着外面的,其实这个是仿制的 当时没有,应该已经不见了的了 只是有一个封坟墓在一个这样的地方旁边 这个就是一些圣经学者估计耶稣的坟墓 当时钉十字架在旁边,就是触楼地,像不像? 有一些,好像两只眼,鼻和口 你用一点点想象力,不同的角度就能看到的状况 因为我站在一个地方拍照,刚刚只有一些位置给我们拍照 旁边现在是一个巴士站,就是那些阿尼亚人坐巴士的地方 耶稣復活了 那我和你,这里有没有人受了浸的基督徒摇摇摇,好吗? 哇,大部分的 那作人我们有一个浸礼 那其实浸礼就真的好像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复活 一个的复活的经历,明白吗? 他不在世,他不再在坟墓里面 他已经是复活的神,给我们有盼望的神 所以第一件事,我们作基督徒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命的经历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去一起同进入到 复活大能的经历,好吗? 所以第一个我想邀请出来的朋友 亦都是我们的姊妹,就是周五家的Angely 和我们分享她刚刚昨日才受浸 给我们分享她一个受浸的经历,好吗? 或者她生命里面的转发 掌声鼓励,Angely 大家好,我是Angely 我十三年前决志信主 当时感动信主 一直以来,其实也有很多不信 其实这些不信是什么呢? 例如去求十万符,探楼梭 看星座运程,什么都会做 完全不明白什么是真理 直到大半年前,父神就猜派我朋友Becci 带我回来这个大家庭很开心 认识到很多一大班的弟兄姊妹 就是我的家人一样 很有家的感觉 很感谢主 这大半年以来 在我的生命里面 圣灵是令到我对真理 每一天都不停地加震 由唱圣诗的感动 不停地流眼泪,开心的眼泪 然后到十二月五日 刚刚上演,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令我真真实实感受到 原来耶稣是真的 祂不是一个宗教那么简单 祂真的是一个真神 圣灵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祂随时都可以来宵灌我 哪有个神可以这样 祂完全不允许任何的机会 令到我去忧伤 就算有都很快 我说的很快 我只需要寻求祂 我去棋一个土 棋完土一分钟都不用 我的心很平安 这种平安是我以前 辞职位给我 我拿起一本圣经 我越看越精神 还有很容易明白父神的真理 祂也都很奇妙地 令到我在最近这半年的时间 我会不停地和朋友说福音 说完之后都好像说给自己一样 天父也藉着这个福音 每一句都很深入我的心里面 祂教识了我 如何去爱 爱是凡是相信 凡是忍耐 凡是盼望 爱是不兴而愤怒 这几句已经教识了我的真理 我发现我不会再被魔鬼欺骗 平时有点发脾气 为什么呢 其实在父神的国内 是不存在这种愤怒的 我知道魔鬼来攻击我 当我一祈祷 我逢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驱赶这个愤怒离开 原来真的可以的 我试过很多次 真的很可以 还有我不再怕这个世界会不会有鬼 因为愿我同在一个 比这个世界更加大 Amen Hallelujah 我一直给自己一个借口 不去受证 但是昨天我洗礼 我真真正正感受到自己是复活了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不是经常都这样做 因为找到一个真正的平安 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生命当中 Amen Hallelujah 你和你旁边的那个鼓励他 好吗 你也可以经历复活的大能 好吗 Hallelujah 不单止我们在耶稣基督他的复活里面 有一个大能 他不在在佛母里面 他现在活着 他是我们活着的神 他和我们一起经历 Hallelujah 门徒一直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原来他还有40天在地上 在这个地上里面 这40天他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有去门徒当中的坚固 又是在当中显现 其间曾经有一次在一条路上 这条路很出名叫以马五思路 在这个路上里面 离开耶路撒冷二十几 二五里 遇到那些门徒 有两个门徒在那里讨论 讨论他们曾经见到一事 以前期望耶稣基督 可能是他们的救世主 是他们的尼赛 谁知道被钉死十字架 可能有很多事情 被得的走回去打雨 很多事情 就谈论当中期间发生的事 突然走走走的时候 耶稣就路过 就插入他中间 指示圣经说他们眼睛迷糊 不认识他 真的很奇怪 以前听着耶稣说话 突然间 耶稣復活了 原来给我们看到 復活了 可能你整个款都不同了 我对这件事非常有盼望 可能你整个形了 整个白发那些都不同了 现在没有头发那时候又有头发了 现在这些一件腹肌 变回六件腹肌 那些事 不知道 但是明显他们好像不认得 圣经形容他们眼睛迷糊 耶稣对他们说 你走到的时候 谈了些什么 然后他们就站着说 面上带着愁容 愁什么呢 就是愁 刚才我说过一堆东西 以前的主又这样 比特那些人说了一堆东西 于是耶稣就说 他从摩西到众先之喜 哇 由创世纪 差不多讲到马拉基书了 经上所知 自己说 都跟他们讲解明白 到了 然后还吃了饭 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 捉着料 抹开第二级他们 圣经说他们眼睛怎么样 明亮 这才认出他来 但是这里有客人 一认到 圣经说突然间 耶稣不见了 哇 瞬间转移 瞬间就不见了 他们被此说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哇 起不心里怎么样 火热 是不是 这里第一个 他在福末里面 帮助我们有一个熟灵的盼望 就是 原来第一件事 可能我们生命都有眼睛迷糊 那班人以前听过耶稣说话 但是呢 有些情况 圣经形容他们眼睛迷糊 但是这里说 他能够打开他们眼睛 看得见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 在你的生活上面 遇见一些状况 可能我和你都是 以前听过真理 但是有 听过真理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真理 帮助我们的盼望 这个我想挑战大家 原来福活的信息 不单止给我们有永恒的一个祝福 原来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都能够一个超越境况的盼望 和信心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睛 并且使用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头脑怎么样 通达 说什么是头脑通达 就是想想什么 想想抗178 誰想聰明一點 我也想聰明一點 我經常覺得自己不太聰明 聰明一點就好 聰明一點,頭腦通達 讓真理不單止成為我們知識的一部分 而是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當耶穌幫助我們 他說這班人不是沒有讀過聖經 摩托聖經以前都讀過 讀過為什麼好像不能串連 為什麼通不了 所以救主幫助我們 原來有時候我們看過聖經 如何將聖經神話語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需要經歷聖靈 祂是聖經的作者 去指教我們,開啟我們的心 並且這裏最令我們鼓勵 他說我們在路上的時候 起筆心裡火熱 他跟耶穌聊天之後 突然間,哇! passionate了 以往可能是灰心 消極的面帶愁容 但是跟耶穌聊天之後 他整個豁然開朗了 眼睛看清楚 哇!神有話語進入我們生命裡 開啟了我們的靈 以致到呢 我們 passionate 做人都積極一點 有時候生活讓我們不積極 生活讓我們消極 因為可能有些狀況 我們眼睛迷糊 只是看見問題 我們看不到超越問題的信心 Amen 所以感謝主 接下來了我們一位姐妹 這位姐妹跟我們分享 在她生活當中 所遇到的境況 一些沒有人想發生的境況 但是在這個境況當中 神又開啟一個新的路向 給她裡面有一種經歷 最令我感動的就是 聽完她的見證 嘩!我們心裡真是火熱 Amen 我們給掌聲歡迎Colly 跟我們分享她生命裡的經驗 一些經歷 一些見證 多謝你Colly 阿利利亞 弟兄姐妹 你好 好 是 今天我想分享一個見證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在十月中的時候 我兒子在一個晚上 她突然間在一個瓷盆裡面 吐血 吐到整個瓷盆都是血 我們就很擔心很害怕 就馬上跟她去醫院那裡 最後呢 醫生就檢查 一回之後 就證實了我兒子 患了肺癌 但是我們都覺得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我兒子他很健康 他25歲 他玩健身 我們都覺得 沒有可能 我兒子會有肺癌 但是我們相信 神在我們生命裡 所作的一切 都是美好的 神有祂的旨意 是呀 我兒子回了教會 其實已經二十多年 但是在近這幾年 他完全沒有回教會 沒有回小組 因為這個肺病的緣故 我兒子呢 經歷在醫院裡面 神的同在 神的醫治 他重新一次 就回到神那裡 他跟我說 他在醫院裡祈禱 他很感受到神 以往呢 他是 因為聽媽媽說 一番教會去洗禮 但是現在 他是自己真正去相信耶穌 所以我覺得 雖然我們有問題 我們有病 但是我相信 神是最好的安排 神有祂的美好的旨意 因為我兒子 肺癌 衛生署就叫我們 一家人去照肺 我先生和我女兒 照肺之後 他們都沒有問題 是 因為我一向都沒有咳 其實我也不想去照 想著 他們都沒有問題 我也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想著 是不會染上肺癢 但是後來我也去照 就發現了肺裡面 有個黑影 最初醫生 就會覺得我是一般的肺炎 開了一些抗生素給我吃 但是吃了抗生素 一個療程之後 完全是 黑影沒有改善 後來醫生又叫我去做一個 素描顯影 和抽些細胞出來化驗 最後呢 醫生就說 抽的細胞 都沒有肺爐菌 那他呢 他就 那個化驗報告 他很緊張 要我呢 跟我先生一起去聽 那我們去到這個肺 肺專科醫生那裡 說的時候呢 那個醫生呢 就很冷靜地跟我說 你呢 其實呢 是已經患了肺癢一期 在聽到醫生說這個時候呢 我第一時間呢 我就立刻說 感謝主 我很有信心說感謝主 醫生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醫生說呢 沒有病人呢 聽到自己有病有癌症的時候呢 是不怕 甚至乎是感謝主 那醫生也覺得很奇怪 醫生就說 很難得 因為你現在是一期發現 因為肺癢 肺癢是沒有先兆的 當發現的時候呢 已經是三四期 很多時候呢 都是比較麻煩 甚至是沒有得醫 我相信我們的神是活著的神 祂是永遠與我們同在的神 聖經裡面沒有說過 我們會是天色常男 信耶穌 但是神 每時每刻都是與我們同在 就算我們有困難 有患難的時候 神都是愛我們 我們的生命是有盼望 我們就算遇到任何事情 我們都要依靠神 我知道神是愛我的 現在呢我已經做了這個肺 設肺這個手術呢 兩個月 但是神一直都是這樣引領著我 我一點都沒有懼怕 醫生說要經過五年去驗證 但我相信我不用驗 我都應該是得到神的醫治 Amen Amen 謝謝你 謝謝主 當年姊妹的生命是我們的鼓勵 我最記得當她的兒子有狀況的時候 她的態度已經很積極 兩夫妻繼續在我們教會侍奉 她們是我們的組長 她們的態度一直仰望著主 到她自己有事的時候 她一直真的 我們旁邊的人有事 更擔心過她 但我們知道 我們的神是活著的神 給我們有盼望的大能 在這個環境當中我們都眼睛迷糊 看見狀況 為何兒子會這樣 她兒子是健身教練 很健身 很健身 我們都想不到 想不到有這樣的狀況 但往往有時候 可能上帝 第一 讓一個青年更加的回轉 去依靠上帝 並且透過這樣的情況 讓一些潛藏的東西 更加很早發現 我們知道 我們的神是愛我們的 知道嗎 讓我們能夠 真的在頭腦通達 看得見神的心意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在生活當中 不知道你們會否經歷 有時迷惘的時間 有時都會模糊 在生活的情況 為何我家人這樣 我工作會這樣 我身體會這樣 有些事情我們都控制不到 但求神幫助我們 有這種信心 是超越環境的信心 讓我們頭腦通達 能夠明瞭上帝的心意 好嗎 叫我們做一個能夠聰明 不要糊塗過日子的人 知道嗎 鼓勵你旁邊的人 跟他說 你要做一個門徒 不要做一個糊塗 好嗎 不要做糊塗 我們都要做主的門徒 Amen Hallelujah 好 不單止 我們知道有復活的大能 有盼望的大能 耶穌在復活的日子 跟門徒一起 有些相聚 去展示 去顯現什麼 一個真實的愛 在路加坊告訴我們 當門徒剛才經歷過 這麼神奇的事情 哇 跟耶穌一起 吃了飯 耶穌不見了 然後他們便起床 回到耶路撒冷 剛才說的門徒 跟耶穌吃飯 他們突然不見了 路上就撞到那十一個仕途 跟他們同聚馬一處的人 就說 主真是復活 大家原來都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有些人說 主復活了給西門看 這兩個人就開始說 剛才所遇見的事 抹餅的時候 怎樣認出耶穌 當他在說的時候 嚇死人了 耶穌 一聲再次出現 你明白嗎 剛才吃吃東西 他就不見了 已經嚇死你了 然後就走 撞到他 你說的時候 突然間耶穌出現 你幻想一個情景 突然有人在說的時候 耶穌就怕 你是不是在說我 那些 就是類似這樣 如果你心血少一點 就不行 正說的時候 耶穌親自在當中說 願你們什麼 平安 但是最好笑 耶穌就是 願你平安 是一句 猶太人經常說的 叫Shalom 那些 是帶有很溫和 很祝福 很幸福的感覺 那些 但是 祝福人家應該很開心 但是門徒 你看看聖經的反應 他們卻什麼 驚慌害怕 以為所看見的事 什麼 魂 即是俗越去香港 我們中國人 又是說 撞什麼 就是那些 就是 哇 就是這樣 嚇倒他們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 我這個沒有反應 要用手撥 怎麼知道耶穌就說 你們為什麼 憂愁呢 心裡起疑念 你們看看我的手 你又看看我的腳 就實在知道是我的 所以這個很特別的事情 是我們想不通的 那些人在吃飯 耶穌一聲 穿牆過壁 就進去 但如果是有骨 又有肉 又怎麼這樣呢 真的想不明白 但是 更厲害 像大胃高拍飛 那些東西 就是進去 然後就可以走到 它不是一個魂 或者靈體 一個精神的活著 它真的有肉身的復活 所以給它摸 摸完之後 就把手腳給它看 所以他們一說 正起得不敢相信 並且稀奇 耶穌就說 喂 有沒有東西吃 耶穌就是中國人 一見面就問 吃飯了 有沒有東西吃 他們就把 給他一片燒魚 還燒烤 接過來 一起吃了 約翰芬21章 更有趣 跟阿彼得在湖邊 耶穌還燒賣給他吃 遞賣給他吃 但是想想 復活的主 在這樣復活的形體當中 其實食物 並非他一定所需 但是耶穌 他很有愛 他將自己的需要 不是體重 他放下自己的需要 他遷就門徒 所以耶穌給我們 一個很大的愛 什麼叫愛 我是帶來祝福 帶來溫暖 帶來恩典 所以他跟門徒第一句 看見面就說什麼 你這群臭小子 沒有信心 是不是這樣 不是 他第一件事說什麼 SALOM 所以幫我一個忙 和你旁邊說 用一個比較愛的樣子 跟他說 SALOM 說得有一點點情感 好嗎 不要說得像壞人一樣 1 2 3 跟他說什麼 SALOM 帶來無限的祝福 我們多點去祝福 第二 當耶穌見到門徒的軟弱 看到門徒的無信心懼怕 他的反應是怎樣 咬他 罵他 他一早就說你 不認我的 一早就說你 他是不是 抽他後腳 馬後炮 咬他 沒有 耶穌怎麼說 你們看 原來他的愛 帶來一種的體諒 我不知道他應該會對愛的一種表達是怎樣 有時候我們不明白 原來 愛是有責備的 有管教的 同意的 但耶穌的愛的展現是什麼 他一見到門徒 他見到比特做不到他的標準的時候 他降低自己的標準 去進入比特的生命 當他見到門徒懼怕不明白 以前我說了十萬次 你都不明白 現在我活給你看 他沒有馬上衝著罵他 第一件事他用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 你摸一下我 你摸到你的信 他幫助門徒進入這個信心裡面 他降低了自己 他體諒明白門徒的軟弱 我和你都是知道有時候未必做到 我和你都是信了未必真正能夠得到 但耶穌的愛 帶來一種無限的體諒 帶來愛是很感動的 耶穌真正如何真的影響他的生命 耶穌是否只是教書 我一早跟你再講一次經 耶穌有教書的時間 講經的時間 剛才說是從摩西到眾先知 他都在講明白 但耶穌最震撼門徒的生命 就是他經常跟他相處 用一種團契的生命 用一種生命 影響生命的同行 耶穌就跟他們吃飯 所以餅姐妹 你知不知道吃飯很有益處 我們在大陸服侍的教會 鼓勵他同工多吃飯 同工多吃飯 教會少麻煩 小組都要多吃飯 小組多吃飯 教會翻一翻 你知道嗎 很重要 兩夫妻要多吃飯 夫妻多吃飯 淺眼不哭肝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我們要跟靈女也要吃飯 跟神也要讀一些聖經 其實吃飯是一個很重要的 最近發展的吃飯神學 但最重要的就是 耶穌示范一種團契 所以感謝神 我們有小組 我們有家 我們基督跟我們走在一起 所以這種愛 是一種生命影響生命的示范 所以接下來 我很想介紹一下 雅君姐妹 在我們星期一間 她想跟我們分享一個見證 可能在生活當中 未必很轟烈 哇 那些什麼 那些癌症啊 又吐血啊 那些 但又在平凡當中 怎樣去作為一個 基督可以使用的侍女 她說完 我們再回應 請雅君姐妹 謝謝 哈利路亞 我回了我們教會 都是我的前輩 更早我回教會 雅君姐妹 大家好 我回了教會 復興教會33年 我是82年順住 83年受洗的 我廣東話不是很棒 但我來到香港很久了 謝謝主 我今天要說 就是我以前是做的 寄養工作的 我初回教會的時候 有個姊妹 見我這麼空閒 因為那時候沒有上班 她說 你不如試試做寄養 挺有意義的 我想都好 我去申請 年半後 84年就開始做了 做到09年 25年 多抽19個小朋友 最初做起來都挺困難的 因為我自己沒有小朋友 我是沒有經驗的 因為那些小朋友 每個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 她家裡發生的事 所以 她們都有情緒問題 有些吃飯 用門牙吃 吃兩個小時 一頓 她吃一頓飯 我睡幾次 睡著了 我坐著等她 有些晚上不睡覺 她不睡 我就不能睡 我要防飯 她不知道做什麼 有些日後很好 很開心 晚上睡覺 就哭了 要找媽媽 但那時候 每個小朋友來到我家 我都會帶她回教會 我都希望她認識耶穌 信耶穌 因為當她 信靠主 對她一生都很受容 是一生的 所以她晚上哭 我每個小朋友來我家 下午吃飯 因為我先生日後上班 日後上班 我們吃飯的時候 就會聽聖經故事 如果我先生晚上上班 我們晚上就聽視覺 就著時間 所以很感謝 那些小朋友 就是經歷到神 其中有個小朋友 有兩個家庭 一個七歲的姐姐 一個四歲的妹妹 是不同的一個家庭 她在廁所門口玩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小的手放在門那邊 那邊 七歲的那個是沙門 沙門整個 就是那道門拔了 那隻手呢 手指扁了 扁了 他四歲 只有薄薄的一片 哇很害怕 那就是 捉住她的手祈禱 是吧 真的很感謝主 騎完頭 這隻手 這隻手 扁了 扁了 那他 那他是不是經歷到神 那後來他走呢 他真的哭 在電視那裡 不停哭 是吧 因為他很喜歡一首詩歌 耶和說是愛 那我就忍不住一張 給他 他拿著一張紙 就走了 雖然哭了 但是呢 但是我覺得 神呢 真的會在他身上工作 因為他喜歡聽詩歌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是四五歲左右 因為他在幼稚園放學 我都會 回家後 我會先跟他洗澡 讓他的身體爽一點 有一次在洗澡 他突然間 不知被什麼攻擊 好像快要死 在洗澡的位置 我幫他捉身 那怎麼辦呢 他說我們祈禱 第一次祈禱 他說還沒得 再第二次 都還沒得 第三次 他握著我的手 他說 依依 謝謝你救了我 這樣 我覺得這些 是神的恩典 我不知道他做了 發生什麼事 但是這個神 真的聽祈禱 給他 幫他打走了 那些什麼 所以我就 但是 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神 我覺得神很愛這些小朋友 因為他們實在是 很需要特別的愛 尤其是 那些小朋友 喜歡聽話 說是愛 因為他們真的 很需要愛 另外還有一個家庭 因為我們晚上睡覺 在床上 搞些其他事情 因為我們一直都有祈禱 他媽媽信了主 他阿姨也信了主 他外公外婆也信了主 還有他 他家裡很多親戚朋友 在大陸過來香港 都會帶他回教會 都因為這樣 就認識主 我們都有送聖經給他 因為他初信 就算他聽聽 都送一本聖經給他 回去自己看 所以我就很感謝主 因為 這個家庭 很多人認識了主 你看他媽媽阿姨阿婆 還有他的兄弟姊妹 其他親戚朋友 很多很多個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 神的恩典 我覺得這份工 是神給我做的 因為不是我去找 是 神在這裏 藉著姐妹介紹我 知道有這份工 所以我就很感謝主 將一切的榮耀 重贈歸於主 阿姨 謝謝你 謝謝阿君 謝謝你 初點姐妹 雖然阿君沒有在台上講道 沒有在台上敬拜師歌 不過他家裡 就是神有話語 楊師哥 一直影響著 他所服飾的孩子 甚至有些家庭 因為這樣的緣故 經歷著耶穌 明白嗎 所以我很想鼓勵大家 原來在我們生活當中 透過這種生命 可以影響到生命 明白 一個愛的團契 是小朋友 突然間出現在他家裡 因為有很多的狀況 但上帝使用牙筋 成為一個愛的使者 明白 所以我和你 在我們的工作 在我們的生活 上帝會不會把一些人 放在你周遭裡面 就是為了 只有你才可以介入他的生命 對吧 你讓任何人都能夠 我們進入到某些人的生命 但上帝就只是給你機會 你是他的鄰居 你是他的同事 你就能夠跟他有相處接觸的機會 所以不要錯過 好嗎 我們能夠成為愛的使者的機會 OK 你幫我一個忙鼓勵你 跟他講 你要成為愛的使者 好嗎 你要成為基督愛的使者 哈利路亞 最後有一段的經文 當耶穌臨離開這個世界裡 他帶來一個莫大的祝福 他給門桌的經歷 神經病 耶穌對他們說 這個就是我從前 與你們同在的時候 告訴你們摩西的律法 詩詩編上 所有一切都要應驗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 使他們什麼 明白聖經 所以你知道 開心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如果我們有時候 頭腦以為知道 但進不了心裡 其實很大問題 即是真的進不了我們心裡 帶不了生活轉化 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又對他們說 按照經信所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天要從死女復活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 傳什麼 悔改 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 直傳到萬邦 原來耶穌要我們傳 悔改 赦罪的道 人人都犯了罪 虧欠了神的榮耀 我們只有一個路 就是透過耶穌基督 我們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悔改 什麼是悔改 就是要放下我們過去 是我們不要再捉住 以前那種生活模式 以前做人 人生的方法 所以耶穌就這樣鼓勵他們 這些事 就是你們要做這些事的見證人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 就是主聖靈 降在你們頭上 你們要在乘女等候 直到你們領受 從上頭來的什麼 能力 跟我們一起說 從上頭來的什麼 原來在生活上 知識是一回事 能力是一回事 原來我們有一個知識 明白了真理之後 讓真理成為生活的力量 我們需要靠主聖靈 所以祂復活的應許 就是不單止給我們愛 給我們接納 給我們盼望 原來祂復活應該有一種大能 而這種大能就是 透過我和你回應耶穌基督的說話 祂說我們要等候 所以祂去了八大禮 舉起手跟祂祝福 正祝福的時候 耶穌就離開了他們 被接到天上去 他們就敬拜耶穌 大大歡喜回到耶路斯林 常在殿裡 清眾神 所以耶穌給我們第一件事 一定要明白真理 明白神的說話語很重要 是嗎 因為沒有真理成為我們的基礎 有時候我們要混亂 因為這個世界 要不就是聖結的靈 要不就是邪惡的靈 在靈界裡面 有很多我們有機會接觸 但是怎樣分辨我們 能夠接觸聖結的靈呢? 一定要基於神的話語 明白嗎? 神的話語是幫助你和我分辨的 所以我們很需要神的說話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明白 但是明白 重要嗎?重要 夠不夠嗎?不夠 我們需要聖靈幫助我們開啟 以致到我們能夠回應他 給我們地上的任命 成為祝福 就是要奉耶穌的名字 去全悔改 所以我們今天 是一個復活的主日 如果未信耶穌的朋友 我一會兒都會向你發出一個愛的邀請 以致到我跟你都能夠悔改 若然你相信耶穌 不過離棄了神很久很久很久很遙遠 今天再一次悔改 回到耶穌的身邊 這是一個祝福 並且要被聖靈 怎樣? 充滿 因為唯有聖靈 祂才幫助我們 能夠將真理成為能力 成為一種生活的力量 去見證主耶穌基督 接下來了 有一個姊妹跟我們分享 一個年輕人 稍後她進去青年營 所以她說完了 馬上走 但是在她的生活當中 她經歷聖靈的力量 幫助她的能力 看到一些 可能她自己 生命裡面的軟弱 但是帶來一種熟練的突破 好嗎? 我們請曉嵐 我們的V-Youth的年輕人 跟我們分享她的生命的經歷 好,多謝你曉嵐 大家好 我叫翁曉嵐 可以叫我做曉嵐 我今年讀 Form 2 感謝我今天可以在這裡 講我熟靈成長的見證 以前我是一個很喜歡 討餓同學和朋友喜歡的人 即是俗稱喜歡埋堆 例如當一班同學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他們會說是非 說一些很誇張的事情 我也會為了埋堆 又說了一份 我為什麼會去喜歡埋堆呢? 因為其實我心裡一直都有很多恐懼 很害怕會被人忽略 很害怕被人排斥 以及自己一個人 很害怕會因為別人的一些說話 令我心靈受傷 所以我做事都喜歡好來好去 跟大隊的 應該沒事吧 慢慢就習慣 就是做這些的習慣到一個位 就是連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我自己一直都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感謝住 在升 Form 2 那個暑假 神在有一次的靈修裡面 聖靈真的跟我說 叫我去改變這件事 不要再討人的喜悅 不要再埋堆說是非 其實 那時候因為沒有同學朋友在我身邊 所以我很快就已經誠實了 OK 沒問題 但是去到開學那一段時間 我又繼續做埋堆的人 但是感謝住 神他真的沒有放棄我 他還有一次去提醒我 當我最初願意去純服的時候 我開始就發現我離開了大隊 有一件事是 我真的想不到的 就是 原來當我不說是非 不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們沒有話說 也是因為這樣 我也開始被別人冷落 最初是不開心的 因為差不多我剛剛說的恐懼都中了 要由一個埋堆的人 轉做自己一個人 當中也有很多掙扎 因為其實想 想變回原本這樣 是很簡單的 只要說回就行了 但是感謝住 神真的去鼓勵我 當我可能小吃 上學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原本是不開心的 但是神讓我去經歷過 那份莫名其妙的喜樂和平安 還有我慢慢去感受到 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其實是兩個人同學 神都是一直在這裡 神讓我明白到 我的存在 不需要由有沒有朋友去見到我的存在 人家怎麼想我不代表我的價值 神讓我在神的愛裡 找到我的存在和價值 當被神的愛感動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都越來越不介意人家怎麼想我 也都跟神的關係好了 經歷神更多 神也都改變了很多心態和行為 當現在我看到那些埋堆的人 在說別人是非 那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有不想 即不喜歡去埋那個堆 當時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 我不喜歡這件事 他覺得真的是神的工作 我靠我自己 有沒有可能改變到我自己的心態 也都很感恩 以前我喜歡很多事情都要有人陪 但我現在愛上了寧靜 因為神 也都過了一段短的時間 我發現原來事情不是我想像中 那麼差會被人排斥 那麼多事情 其實同學慢慢都開始習慣了我這樣 並且也有意外的收穫 現在同學都沒有再問我拿功課來抄 那也呢 還有一樣 也很開心的 就是當有些不太認識我的人 不知道我是基督徒 那他就會問我抄功課的時候 其他認識我的人就會跟他說 浪費吧 他是基督徒來的 他不會給你的 所以感謝主 我現在也是在成長中 很多時候都不是很順服 不會說聖靈說什麼 我做什麼那麼好 但是神他沒有放棄過我 感謝主 敬一切永耀總贊 歸比神 謝謝你 Hallelujah 謝謝你 欣賞你 謝謝你 因為他的生命的改變 因為他的成長 感動他身邊的人 也讓更多人見到他的經歷 明白嗎 所以今天是一個父的主日 我們很多見證 聽見證好嗎 好嗎 好嗎 很多生命中是不同的點滴 有疾病也好 有狀況也好 但有沒有留意 剛才講見證 四個都有一個共通點 是嗎 有沒有共通點 有沒有青一色都是女子 那些女子做得不錯 所以經歷過第一堂之後 突然有人說 不行 我們的弟兄 所以同場我們就加映 第二堂你有福 多點講見證 吃面也不用落味精 所以我們 加多一個 我們的 吳偉廉長老 特特澳洲 回來跟我們說 一個工作上面做生意 怎樣經歷一個信實 即是 honor 神 advancement 我經常與自己說 if you do his business he'll take care of your business 大家知道我回到澳洲 我现在做澳洲投资移民 帮一些国内的老板投资到澳洲 上个礼拜我们也有一个展览在上海 所以回不了下来 其实展览是星期五、六天 星期日我很少开工 我一定会回教会 我儿子经常跟人们说他死都会回教会 因为我从中学到现在的习惯 所以在上海我跟拍档说 我主日会回教会 你们都搞定了 我真的回了教会 我还带我们同事回教会 每个人都觉得你回就好了 不要带别人回 星期日很忙碌 很多人来看 我们就跟一个发展商合作 在澳洲地 那外国人都说你又跑了 我住着去 回教会 早上 然后当然吃了饭 回到两点钟 四点钟结束 只剩下两个钟的时间 回到回去 就问一问一下 今天情况是怎样的 他们说你早上九点钟 就有人来过 之后就没有人来 整个场很安静 不只是我们 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我站了都不够五分钟 无端端 我有十几个人过来 那两个钟 我们看得 整个三天都不够那两个钟 很多人来 就是买买我们的 之后真的 全部卖了 我们的地 最后那个是我签的 他还是用 现金 一百元一百元 拿出来 大力大 拍了张照 同时说想放上Facebook 我说死吧 放上Facebook 大陆 中国政府不会再让我进来 所以我觉得 建证就是 我这么多年 在国内跑市场 十几年了 不是靠烟酒 不是靠桌底 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靠神 所以感谢主 如果你们真的跑市场 在大陆 面对困难也好 工作也好 你真的去尋求神 去到哪里都好 我一样的 我一定会找教会 有什么聚会 主日聚会 保留你不会错 Amen Amen 多谢你 多谢William channel 跑市场 不是用世界的方法 而依靠上帝 Amen 今天是一个復活的主日 我们稍后也会灵性参 在灵性参的时候 我们要做两件事 第一 我们基督徒 我们真的要自己的灵性参 我们有没有信不过耶稣呢 他復活的大陆 用了自己的方法 好像William说在生活当中 我们真是倚靠主 Amen 有没有可能在一些主日 去守主日的时候 我们出去忙着忙着 去找世界的东西呢 但是搞到我们自己用人的方法 William在我刚才分享 他说我们先求神力的国 和神力的义 怎么样 其他一切会怎么样 交给我们 我们将我们的项目 我们摆回对 明白 如果当中有朋友 你未信耶稣的 今天是你的机会 只要我们悔改 只要我们找到一个锁匙 就是进入天国里面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朋友 因为这个五日假期 其实可能有些都出去玩 但愿我们今天来到 每一个人 我们都不要错过 经历上帝的大能的机会 好吗 无论你如果你有疾病 Conny的见证鼓励你 无论你在生活当中 有些少年人 哎呀面对人和人中间 怕人不知道怎么看 晓南的见证鼓励你 Conny说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好像牙膏一样 但是你的生活里面 可以不平凡的 你可能在生活里面 因为不平凡的上帝 使你成为别人的影响力 Amen 可能你未信耶稣 刚才 Anjali的见证鼓励你 尽快受责 生命不再一样 真正的平安 不需要靠其他什么 什么占卜啊 其他那些东西 真实的平安在你里面 让我们一起起床好不好 耶稣大量的请教 帮助我们 所以这首诗歌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诗歌 让我们成为 这一切的祈祷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明白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Hallelujah 多谢主 就这首歌 神的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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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都能够背袋 祝你能够背袋 祝你复活的神 耶稣复活的神 祝主 救主 祂能移动上去 祝我生 祂能拯救 祂已大能拯救 祂已大能拯救 祂永远 祂能够背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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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祝福福 variable 祉福福祉 Comer誠 além Wenn Maaf 當我們再唱一次的時候 我很想做出第一個邀請 如果我們當中帶了來賓來 你第一次來 或者來了很多次 又或者你以前是基督徒 離開了上帝 今天再一次又回到神的面前 就是我們會再唱一次苦歌 當高舉我們的舊主的時候 你回應這個救贖的邀請 只要做一件事 悔改認罪 我想邀請你來到前面 如果你帶了朋友來 你幫我一個王 向他發出邀請 以至到他今天不要錯過這個救贖的一天 救贖的大能在我們當中 Amen Hallelujah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幫我一個王 問一下你旁邊 你今天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你送我救贖的一天就在這裡 有沒有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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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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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交母 還有沒有 Ira 祝福我的神 耶稣父我得伤 我们讲的谱让他停 好吗 祝福说还有 祝福说不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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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说大灯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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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父我得伤 耶稣父我得伤 可能有些朋友你会这样说 牧师我先看一看 但我常常说你看不明白 要请你吃饭去餐厅 只看餐饭你看不看饱 看不饱 所以你们很疼痛 先试试他 没什么的 但最重要的 就是真的闯入你的心 真的闯入你的心 这个信仰我们都经历过 是真实的 有病得以治 生命危难得解冠 我们的心 没有拍摩的时候 找到拍摩 没有平安的时候 找到真实的平安 所以我们很想跟你分享 很想跟你分享 很想你会体验 不是单单在这里 知道很简单 知道很重要 但很想你们明白 经历我们所经历的 所以我们想跟你做一件事 首先我会带你做一个祈祷 好吗 这个祈祷就是你要开声 自己说我们心里相信 但是口里要承认 你们的灵 和圣灵 会产生一种 你想不到的关系 令你做到 一个想不到的决定 就是 让你人生在永恒里有份 接着我们会请教会 或者我们会传到 我们会祈祷 祝福你们 将这个信心坚固 还有等你 给掌声 哈利路亚 是否你 你想来害怕 不好意思 来来来 等你 怕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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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今天很好 用一只低头好吗 试试吧 我们闭上眼睛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多谢你 多谢你 好爱我 好爱我 为我钉十字架 为我钉十字架 流出补血 流出补血 洗净我的罪 洗净我的罪 你虽然死了 你虽然死了 但是你三日之后复活 但是你三日之后复活 洗到我有盼望 洗到我有盼望 有永恒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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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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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悔改 将生命交给你 将生命交给你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有永生的祝福 有永生的祝福 也有今生的盼望 让我平安 让我喜乐 让我每一天的恩典 让我每一天的恩典 以上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继续低头 我们前面的传道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逐个按手为了祈祷 我们愿神的大爱 顶着我们 能否举起我们的手在位置 我们向前面 让一班今天 一起进入天国的 每一个的弟兄 每一个的志愿 在信仰当中 在真理上 可能有些事情 他们还未见识明白 但今天有信 来开启他们的生命 无论他们今天 在生活当中 面对任何状况 面对人生的决定 面对他们的身体 可能生活当中的困难 但奉耶稣是我们今天 祝福他们 突破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的信心有突破 让他们的真理上有激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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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为了 真是今天 你亲自用你的爱 去呼唤 今天就出到来的 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 我们感恩 主我们真是知道 他们能够相信你 是完全因为圣灵你去感动他们 是因为你对他们说话 你让他们知道 你是有真有活的神 你让他们知道 耶稣你是唯一的拯救 你是他们生命的盼望 也都恩着你的补血 他们的罪得着见证 所以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来祝福 这里每一个 你所爱的儿女 祝福他们 真的能够被你的圣灵大大充满 祝福他们 能够由现在这一刻开始 他们真的现在活着的 不是他们自己 而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 阿弥陀佛 而且你要用你自己 满足的喜乐 出人以外的平安 来去充满他们 是叫他们 无论在这个世界上面 面对什么的艰难 什么的困境 他们都不需要怕 因为你与他们同在 而且主你更加要用他们 用你的大爱 来去改变他们的生命 将他们从一切捆绑里面 叫他们得着释放 从一切黑暗里面 要进入光明的里面 主阿弥都祝福他们 不单止是他们今天相信你 都祝福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朋友 都要认识你主 这个救恩要淋到他们的一家 这个救恩要淋到他们身边 每一个人 因为主 我们都要回到你的国里面 回到你的怀抱里面 多谢你主 你都愿意你亲自的保守他们 叫他们每一个 在你以后的一生 每一天都是同理同行的 是不会离开你的 是不会再因为软弱而跌倒的 相反主 你要叫他们一路干强作胆 一路跟随你 直到你再回来的日子 多谢你你亲自的保守 带领你所爱的每一个儿女 我们这样的祝福 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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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远 祢能传实成统 从死祢复活的神 耶稣复活的神 求祝祂能移动上帝 祝我神大能拯救 祂已大能拯救 到永远 祢能传实成统 从死祢复活的神 耶稣复活的神 祢爱光照 让求祢看见 祢爱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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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求祢看见 让祢复活的神 用歌手 高声聚光 赞美祢荣耀 耶稣复活的神 祢爱光照 让求祢看见 用歌手 高声聚光 赞美祢荣耀 耶稣复活的神 祢爱光照 让求祢看见 祢爱光照 让祢爱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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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沉重 从死里复活的神 耶稣复活的神 究竟祂能移动相依 主我神大能拯救 祂已大能拯救 到永远 未能创世沉重 从死里复活的神 耶稣复活的神 祂已大能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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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远 未能创世沉重 从死里复活的神 耶稣复活的神 是职裕 第一次我们找三个人 阿弥陀佛 現在你不知怎麽做 你就安靜在身上 祝福祂 祝福更多愛 祝福祂每天都有盼望 祝福祂每天都有屬於經歷 祝福祂有真實的平衡 祝福祂是否給人的祝福呢 耶 祝福祂 謝謝祝福 謝謝祝福 阿弥陀佛 好 我們拿這個餅 當日 耶 祝福祂 在這裏的餅子 好像我的身體一樣 所以剛才我們拿這個餅子 去紀念耶 祝福 我們在對方的生命當中 都有一份 因為我們都在耶 祝福裡面有份 因為耶 祝福為祂手的鞭傷 叫我們的病可以得治 所以我們信靠主 使我們身心靈都健康 幫助我們成為一個 下心裡火熱 積極人生態度的人 使我們心裡通達 明白明白 真的能夠在主基督裡面可以成長 所以祝我們紀念祢 港世為人 更加感恩 祝你為我們復活 祝你被我們摸到 你說摸到的 這不是一個虛幻 這不是一個形體 是真的摸到的實體 主 多謝祢給我們人生的盼望 今天我們同心去紀念祢的降生 紀念祢的復活 紀念祢給我們永恆的盼望 所以我們一起這個冒命 也要奉耶穌的名 moon 並且說祝耶穌接著盼 祝耶穌投票 祝福祢要祝福祂 祝福祝職 那些钉在他的骨中间 他的脚承受着沉重的痛楚 他的血一滴一滴流下来六个小时 为了洗掉我们的罪 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 和永活的父曾经有短暂的分享 因为罪 但他说父亲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一手 我们相信主是帐篷一切 耶稣胜过死亡 夺取了阴间的药士 令到你和我可以得以释放 他的死换取了我们的生 所以耶稣多谢你 我们再一次回到十字架面前 拿这个杯去纪念你的血 为我们一流 使我们可以因为这样而得受 所以我们愿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重赚都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切和生命受这个饼去纪念耶稣 多谢主 鼓励弟姐妹成为一个复活主的见证人 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者 最后找三个弟兄抱一抱 姐妹找三个姐妹 举一个爱的拥抱 祝福他成为一个能够见证主的人 这个礼拜继继续为主作见证 下个星期我们一起同心 你们可以继续带新朋友来 好吗 每周我们都可以成为报导的主日 每周我们都欢迎新朋友来 我们当中 耶稣爱你 祝福大家 耶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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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爱你